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我们熟悉的前央行行长周小川一个精彩的演讲 而且他演说完 主持人对一些细节进行了专门的解释 这些内容我看到很多群也做了截屏 也有文字版的其中最大的亮点 就是说了支付即汇兑 支付即结算 主要是说支付 一旦实现了跨境支付 他就做到了跨境结算 说的比较绕口 其实大家是最让人激动的也就是这些 说这个央行的数字人民币啊 从他在测试试点啊 4加1这么一个试点的模式 他没有公布详细的时间表 对吧 也没有公布详细的测试的计划 对吧 就是报道什么了 我们才知道啊 原来是这样的 那样的 比方说这10月份的时候 你深圳就突然发了1000万的红包 那时候红包的亮点就是 你用完了 充值还可以继续用 那么这次苏州 苏州正在进行的测试啊 也是发红包呢 他引起人关注的就是碰一碰 是怎么个碰法 那么我们看到视频了 碰一碰支付 所谓的离线支付 主要在信号不好的情况下支付 今天我看抖音上还有小视频呢 华为的老板啊 任正分先生在山西一个煤矿的 到下到矿井里头了啊 他要戴着矿工的安全帽啊 下到矿井里头 去亲身体验5G 在这种信号不好的情况下 怎么实现5G的通讯 那么苏州这个测试完了 下一步动作是什么呢 目前我们看到已经透露出来 就是他这个试点 首先城市范围扩大了 城市范围扩大其中有上海 上海要建立这个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要在这个数字货币方面啊 有所动作 那么这次的活动啊 这次叫什么 我都忘了啊 就是昨天举行的 昨天举行的啊 周小川就是讲了很精彩的一些细节 讲支付即兑换 就说上海主要测试的重点 就在于跨境支付啊 就在于跨境支付 什么叫支付即兑换呢 啊 我们讲数字货币 或者说现金吧 啊 央盒数字货币的本质上是现金嘛 那么现金 它就有个特点啊 支付即结算 支付即结算 为什么银行存款不说支付即结算呢 我的钱给到你账上 但是背后银行之间有很多的数据要处理的 比方我这是工行 你那是交行 那么我这工行 那数据要的工行总部汇总到人民银行结算中心 人民银行结算中心要跟这个交行总部交换数据 后面操作很复杂的 这就是在现有的金融体系下的支付是支付 结算是结算啊 他们都是由第三方叫银行这么一个 行业来做大 那么到了数字货币时代 数字货币时代最大的特点 数字货币时代啊 最大的特点就是点对点 点对点支付 你不管是比特币啊 这种我们叫 他们严肃的说是啊 传统数字货币或者加密数字货币 它最大的特点是点对点啊 最大的优势可以实现跨境的资产转移 那么央行数字货币这次啊 周小川着重讲的这个概念 支付即兑换 它不不仅仅局限在结算上了 还有一个兑换 这个兑换具体讲的啥 就是各国货币之间的兑换 啊 跨境支付吗 跨境支付 它这个境是指的啊 不是指的物理上的国境啊 是指的金融管制上的国境 对吧 我们国家是实行外汇管制的 对不对 每个人每年的额度是五万美金啊 这是一个额度管理 在一个各国 各国啊 它都有自己的法定货币 你在互联网上 你通过亚马逊啊 这些国外的平台 你要购物 你不可能用人民币 对不对 你要一般的情况下 是用美元或者欧元 那么你在购买之前 你肯定要通过人民币去兑换美元或者欧元 那么这都涉及到后面很多家银行 有中国的银行 有外国的银行的一些复杂的数据交换的动作 那么到了跨境支付的时候啊 你是表面上一个支付 按照周小川的演说意思啊 你就用DCEP支付 你不管支付给各个国家啊 直接就支付了 也就完成了兑换了 你不用再兑换他们国家的外汇 但是他收到的 是他各个国家的外汇 哎呀 这个要半天啊 大家体验过就明白我们曾经用过的钱包 不就是这样吗 对不对 他适时的可以调出来 好像是九个还是八个国家的不同的汇率 这一个币当时啊 一百三十九点几美金啊 那么兑换成越南顿是多少啊 兑换成欧元是多少啊 泰国猪是多少啊 是吧 但是那只是一个顺时的得到一个比价关系 得到一个比价关系 因为我们当时只是用它来换算啊 算一算换成这个币 那个就是换算出各国的法币 这一件就知道换成法币啊 是怎么个换法 怎么个价值 但我们操作上是不是要先把它 只能先兑换成比特币啊 以太坊 然后你再到各国的交易所啊 进行法币兑换啊 也挺复杂的啊 但是他不走银行的系统啊 不走银行的系统 这次啊 周小传在这次活动中 讲这个支付级兑换呢 这个兑换主要是指的兑换各个货币 这么一个动作啊 他说DCEP将来一件就兑换成各国货币了 这个挺高科技的啊 这个细节呢 他没有展示 只是提出了这么一个概念 而且显然是胸有成竹的 向世人公布 我们掌握了这个技术 我们掌握了这个技术 那将来啊 他也是这活动中透露出来的啊 在互联互通啊 什么一带一路啊 跨境支出 跨境汇款 跨境结算啊 有央行的 这个钱包啊 他是提到了央行的钱包 是不是让大家也很激动 然后呢 这些领导啊 也进一步发挥了想象啊 对未来的构思 他们说有可能全球央行啊 首先呢 各国央行推出自己的数字货币 然后呢 全球央行有可能联合起来 做一个共同的数字货币 他们说类似于特别提款权啊 特别提款权英文说起来叫SDR SDR他整体就是S就special特殊的 D那是Join T款的意思R就是Rant 特别提款权 对应的一个概念叫一篮子货币 那是在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一个概念 特别提款权也是由在国际结算中啊 份额比较多的几种货币组成的一个组合概念 它的份额好像也是跟那个Libra 第一版本的啊 绑定各国法币的那么一个概念 类似啊 特别提款权呢 它是由美元英镑欧元日元啊 人民币人民币是在也就不久 好像是13年还是07年才挤进这个一篮子货币的啊 叫做人民币入栏了啊 他只是就特别提款权 只是各国央行各国大的商业银行进行结算啊 进行画账的时候用的一个概念 Libra他当时说我的天秤币要绑定美元英镑啊 日元欧元是吧 排除了人民币排除人民币 它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分别的啊 绑定这四大货币的啊 跟这个特别提款权的概念非常像啊 只是把人民币排除在外了 那么这次这个领导讲的话呢 未来啊 各国央行都会有自己的货币 甚至全球央行会联合推出一个 类似于特别提款权的数字货币 就是以各国法币为背书啊 按照各国这样的比例啊 进行背书的这么一个综合的 那周航长好像还说了一个问题啊 就是中国版的数字货币啊 如果他说的如果能实现跨境支付 他会是什么样子啊 提出这个问题 为什么能实现 他说是因为我们现在啊 通讯设施跟上了啊 还有这个信息的获取和处理能力跟上了 他就没有具体讲啊 所谓的通讯设施啊 应该是指的5G时代啊 所谓的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啊 应该是我个人理解 应该是用了一部分的区块链技术 甚至还有智能合约的技术在里面 但是领导讲这么多啊 还有截评什么的最让大家兴奋的 就是因为大家说感觉领导讲的东西 我们似曾相识啊啊 似曾相识是吧 其实大家都心领神会了啊 有的人就情不自禁的脱扣而出 这不就是咱们那个啥吗 对不对 大家每个人心里都是窃喜的 说测试啊 到了轮到上海测试的时候 那么上海完了是不是还冬奥会啊 冬奥会的场景啊 不需要到冬奥会 也就是说 他这个测试的进度 测试的程度啊 测试的等级是越来越接近到 那个核心机密了 核心技术了 越来越接近我们的期望值了 是吧 所以大家心里现在 我感觉都是比较安静了 是吧 那么再也不需要到处打听什么消息了 啊 因为啊 就是我今天讲这个标题的意思啊 该来的都在路上啊 那么就此呢 就给大家 计划献佛啊 抄来的一段心灵鸡汤啊 就是你不一定 永远能够逆风翻盘 但一定要向阳而胜 前途啊 未必光明坦荡 但充满无限可能 愿你不负青春 不负自己 做一个潇洒的人 过好自己的生活 该来的都在路上 余生很贵 请努力 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今天就简单的聊这一点点啊 还是祝各位心情愉快啊 安心等待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